大家好,我是還原中醫診所吳正義醫師 今天要為大家講解的是中藥的水藥 那不知道你是否最近有去過中醫診所 大家最常拿到的藥物都是藥粉的科學中藥 那科學中藥是由藥廠僅有把藥物萃取濃縮 然後加上複形劑之後製造而成的藥粉 那因為過程中需要添加像澱粉之類的複形劑 因此藥物的濃度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像這樣子的水藥 那現在的水藥都是由醫師幫患者把脈完之後 根據患者的症狀量身並做打造而成的劑型 那製作方式通常是由診所抓取藥材之後濃縮熬煮而成的 並且真空包窗成類似像這樣子的方式 因此它具有濃度高攜帶方便而且飲用方便的特點 無論是像在內科的鼻過敏或者過敏性皮膚炎 那外科的類似像跌打損傷骨折後的調理 或者是婦科的月經不育症的調養 那兒科的轉骨或者是說開脾胃等方面都有非常濃厚的功能 那如果各位觀眾對於水藥也有其他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諮詢附近的中醫師 Colleen 二 谢谢大家